就是说明天开始招股的商汤 就是港产的人工智能独角兽 预期星期二招股 一手入场费大概是4,030元 下个星期五就挂牌 公司由中文大学团队2014年创立 现在已经是亚洲最大的人工智能软件公司 它的AI平台就说到 业务有智慧商业、智慧城市、智慧生活和智能汽车四大范畴 不过在亏钱最新的亏损大约是5亿8千万人民币 如果真的上市 它感觉上未来的新股当中 它就是最抢眼的 你觉得应不应该抽呢? 我想不到为什么要抽 大家如果想抽不如试一下bring storm一下我 这个问题不是集中或者两间公司 不是说一间公司我不看好 这样的市况气氛 这样的情况下抽新股 是 严险声吗 说真的 主要一个问题是抽新股 大家平时玩得很久 就像是古灵的 应该都知道 很多时候看市场气氛 新股有时常说什么 炒供购 炒短线会不会有货源贵变了 放在这一刻 每个人都害怕严险声 你全部都处于一个沽货离场 现在市场有很多很害怕的东西 今天你看看市场也弹不起 但是 问题就是新股 可能有机会 你预期过今天会弹的? 你带开看看有没有机会跌幅收窄 问题是你升线已经跌了这么多 你一百一百一十元 弹也不弹 问题就是市场气氛本身已经是差 你还要炒供购 货源归边 不代表一定是好的 货源归边只是代表一些东西 新股也可以跌完之后 再再炒上去 所以我想不到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就是要突然间用一个 IPO 营销去好认购 认购业满体股股份 你要看大数据 你要看这些相关不同的宏制作上 降股一堆股份给你买 当然可能那些现在成立的政策风险 但是有哪一家不是 即使业务在中国或者香港上 一样都有这些相关的风险在 所以你这样去抽 我真的想不到有什么主要原因 是 少做少错 我们在说就是这样的 突然间还要说 在没有什么概念的情况下 去驾新股的话 我觉得有点不理智 当然可能有意外惊喜 有时候给你驾 但是涉及直驾率问题 你看看新股 近期来说 好运的 好像在云音乐上市第一天 还有车给你走 是 但是你看看如果你越早就抽分多少股份上 现在的认购反应已经是通常不会太好 还要有一个很高的分派比率 所以抽新股 我只能说是高风险高回报 但是博到这样 有没有必要那么积极呢 所以我觉得问题就是这样 所以如果想玩新股的 你预期就是纯粹博炒 博一些短线赚钱 你不想那么多的话 你还是等它上市完之后 看看大量有什么情况表现 看看气氛上面 从而做一些短线炒作 简单一点这样说 你看看之前的淡仔 之前的微创机械 大家都说没得炒的 是 事实上你用IPO形式 都是没什么钱赚 是 但是你之后见到 那个气氛不是太差的 资金去追的时候 盲冲冲地去追 可能还有更多意外收获 是 所以我觉得 想不到有什么情况 有什么必要突然间要去玩新股